今天跟大家说件事情 就是我发现我频道里面居然有隐形人 听你在归切 他们出没在这个频道还有小号 因为这个频道不直播 所以这个频道他们只会出现影片那边 尤其是那些我很认真剪的影片那边 明明知道没人看没什么留言 却出现一些点赞多过留言的情况 点赞减去留言就是隐形人的数量 可能包括你们自己 以下是一些案例 你们有没有点赞之后看了影片 但是没留言的情况呢 老娘不是跟你们说过 想不到留言可以用安安的吗 你系列大声三响 有一个病患 找我 有一个病患她患上了病是 无法水晶球游戏模式心理创伤突变 致力障碍服气息居性过敌症候群 也就是说水晶球智障演员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以下是病患名称 请大家踊跃举报你一个我一个公主 她早日封号 接下来听听看当事人的发言 我好不容易抓到敌方国王 接过来直接一个勾 然后又不能打他那个 该死的网易 什么时候封他 干你 那个死东西 举办好几次 还不封号那个死东西 我建议他 KC脑子里 四白四装塞 没事遮掩他 第一次排到他看到他的名字 我就觉得有点不妙 他是国王地图自闭交 然后他就跑去小门那边 然后找个角落蹲着 因为我看到他名字觉得不妙 就一直跟着他 第二把没排到第三把 又排到了他骑士 我觉得他应该会挂机 所以用五米原地 放音乐和收收放放 不断重复 不断刷分 以免打完那一把之后 零阅力 第四把 又排了他第三次 他是对面骑士 他故意掉线 第五把 又排了第四次 他是从我是从 我和吃刀组队 吃刀骑士国王上挂 我倒了 他还在勾吃刀 辛苦抓到的对面国王 接着下午打完之后 晚上又排到他一次 他是从吃刀骑士 我国王他还是做着一样的事 不过赢了 然后前几天又排到他了 然后不过是舒适赢 我忘了 反正他来当骑士 挂机掉线 国王挂机 是从不救人 干扰骑士抓人 说不定下次 他还会勾自己家的国王 丢给对面的赛前 后来来回会 都是骂他的 他就只会哈哈 你也有遇过 魔法水晶球游戏模式 心理创伤 突变智力障碍 佛系 戏剧性卧底 正后群的这位患者吗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故事 连续配到这么多字 五报衰小 就是 感谢观看